记者杨振俊台中报道,台中市井一分局记中所远景,29日在公园路蓝查一名年轻骑士,未发现不法,机车也无人报时,乌南公称向朋友借来骑,可是却说不出朋友姓名,远景立即查出赖姓女车主,女车主竟然不知机车失窃,查获乌南一小时前才偷窃,乌南求情不要抓他,说他等一下就会骑回车。 去了原地台,警方训后一切到最一宋,记中所杨姓寻官说,他在公园路巡逻时,看到有男子骑机车,静逆向缓慢来,蓝亭后查验身份及车号后,不是同企犯也无报时记录,杨原问车子是谁的,乌南,21岁,表示向朋友借的,却说不出来朋友姓名,杨原以电脑查询并主动联系车主, 赖女竟然还不知车子失窃,一度认为是诈骗集团,后来才发现他的车子被偷,而且警察已经查到嫌犯了。 无难舰视机败路坦诚约一小时前,在太平区偷骑过来的,看到机车要是没把就骑走代步,拜托警察不要抓他,他等一下就会骑回去,但为时已晚讯后一切到最一宋,地检署。 而这一方面,远景通知赖女来领车,赖女19岁,说她刚拿到驾照,机车是父母送给她成年礼,赖女眼眶泛红说,如果让爸妈知道车子因为没把钥匙而被偷,她一定会骂翻。 感谢远景在不到二小时内就带到偷车贼,且她都还没报案就破案,还顺利将车还给她。